哈喽 芒果TV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TFBOYS 有 就是三周年之后可能就会 准备一些新的一些歌曲作品 对 之后的作品可能就是 我其实刚才说错了 就是不是不明显的正能量 就是不会那么少 就感觉会更加就是成熟一点的曲风 暑期 工作 嗯 我想过但是条件不一定是 就是到哪个地方有 有空间时间就会想办法出去玩一下 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都要熟是吗 因为要做一个就是圈东西呢 就是各种都要熟悉 对 我觉得每一个事情都有每个事情 该干的就是的目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事情都会全力以赴的 现在每一个领域都会设计 但是 今天喜欢的还是舞蹈方面 会有 就是 压力大也 才会有动力大吧 就是可能压力大的时候会想一些 然后第二天可能睡一觉就 就会想做一些 又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一种动力 就是正因为事情很多 所以时间有点周转不过来 所以我们的精力就会分散到每个事情 所以就有点累 压力会稍微有的时候 然后平常就会 就是有时间就会放松 放松 然后就会就是 出去玩了一场 剧组的趣事 就是有一场戏 是从就是在家里面 从二楼跳到一楼 因为人物设定是直接跳下来 但是导演 导演当时开了个玩笑 就是他说 没有威亚也没有电子 你直接从那跳下来 就把我吓了 后来拍的时候 加电子 对 导演开了个这样玩笑 我他就是在拍《青云之》的时候 因为是补装剧 所以就会有很多复古的道具 我就拿那个弓箭 然后射箭 我学上去的就好 关系我还没有想 但是我想和林俊杰哥一起唱歌 这也是我想 这我想跟周杰伦哥一起唱歌 就想出去放松一下 因为其实说实话 就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压力都蛮大的 所以想出去跟朋友或者家人 出去玩一下 反正我就觉得想空出一个时间来 丰富自己 就是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 什么做菜啊 然后这些 因为我这一块完全是个坑 就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 丰富一下自己 就希望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去休息 就是放松放松 其实最大的准备就是 大家三个自己的个人秀 对 因为团体的其实 其实没怎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大家都是各自在自己的个人秀上 做了比较大的功课 我们就是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然后与世隔绝的专心去练 因为那个地方条件也不怎么样 所以就是练那些节目还是有一些条件限制 因为下雨它就会停水停电 对 对 十年之约自己都长大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 才艺或者会有 反正肯定是现在 能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吗 我估计 就是这个以后大家一起见证 我觉得十年之约是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像个目标奋进 然后一步一步太好每一步 然后分数最终到什么就会很惊艳 因为我刚刚做到的时候 就是初期的时候 就是我需要很惊艳 然后后来就是做到十年的小会 所以到时候会怎么样 我觉得自己就是心智上的变化 可能会比以前想的更多 对 没以前那么幼稚 我觉得考虑事情会更加全面 就是比以前成熟了 然后声音也低了很多 就讲一下以前 就是以前小时候 跟同学出去玩 我家是在一个山上 因为同学很多山嘛 然后那个山正好当时要修 那个一个新的路 所以它会有一片堆挖下去 全是泥土啊这样 我跟同学在那玩就 不小心就一下滑了嘛 然后就滚到最底下 然后刚好一个车子就在我旁边 就差点死了 肯定就肯定会出事嘛 还好没有滚到那个车子上 我的话就是觉得 三年来每一次演唱会都很爽 就是我们在台上 唱着自己喜欢的歌 然后胖哥也喜欢的人听 然后就是每次 就是听到新歌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些小样呆毛的时候 因为还有很多好听的频道被杀害的时候 我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粉丝吧 因为说实话我们三个 其实没有粉丝就没有我们三个的现象 所以最想感谢还是粉丝 可能是粉丝 因为粉丝就是我们一路走 那就是粉丝和公司和家人 就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吧 因为其实 嗯 不管 我知道大家每次来应援都很辛苦这样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对 就是大家和平相处都是一家人 然后 抬开心心的开演唱会 做我们的歌 希望大家能够和平相处都是一家人 然后 都互相尊重 就要 就是把 那些 乖乖的程序带到 带到 上市中间 如果是你 让我看到 让我遇到你